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可以叫我贝 这个是贝琳达的简称 我是佩琪 我们就叫你佩 哦 还有这位她叫乔治 那我们就叫你乔 哦 你都没有跟我们提过 你还有小孩子亲戚科洛伊 我才不是什么小孩子呢 可你们两个年纪很小 我已经是大姑娘了 乔治才是小孩子 哦 我们还是一起玩游戏吧 太好了 那么我们来玩捉迷藏吧 我们现在已经不再玩小孩子的游戏了 我们都已经长大了 那玩是或不是的游戏吧 是或不是是什么游戏啊 就是我来问问题 然后你来回答 这居然也是一个游戏吗 你绝对不能说是或不是 这太简单了 那么现在你们要玩吗 是的 你刚刚说了是 这不公平 我还没准备好呢 那你准备好了吗 是的 我又赢了 佩奇非常擅长玩是或不是的游戏 那么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当然可以了 你不会介意我问你什么问题的 对不对 我不会介意的 你觉得我能让你说出是或不是吗 我想你应该不能 哦 我放弃了 为什么赢的人总是你呢 很简单 你只要不去说是或不是 我赢了 你刚才说是或不是了 这个真好玩 我们来玩个别的游戏吧 你们玩过一个游戏 叫沙丁鱼吗 那是什么游戏 一个人躲起来 然后我们要一起去找它 这个挺起来就好像是捉迷藏 但是当你找到它时 你要悄悄的 然后也躲到那个地方去 直到所有人都躲到那里 就好像是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 那好吧 我们就来试一下 乔治 那么你先去躲起来吧 一 二 三 乔治需要找一个地方去躲起来 九 十 躲好了吗 我们来找你咯 乔治 我看到你左摇右摆的尾巴了 佩奇和乔治一起躲了起来 我找到你们了 现在 克洛伊必须要跟佩奇和乔治挤在一起 原来你们躲在这里呀 现在小熊贝琳达也挤到里面去了 让让我 我们像挤在罐头里的沙丁鱼 大家都跑到哪儿去了 我们在这儿 我们还是不要再跑来跑去了 没错 那么我们现在来放松一下吧 放松一下 这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这样闲坐着 然后一起聊聊天 我喜欢聊天 什么都能聊 那我们就来聊聊音乐吧 我非常喜欢蓝调音乐 哦 我最喜欢的是红调音乐 我喜欢的是绿调音乐 我们都不喜欢儿童听的音乐 不不不 那么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呢 我最喜欢这个 这可是大人的音乐哦 脑袋肩膀膝盖胶直 膝盖胶直 脑袋肩膀膝盖胶直 膝盖胶直 眼睛耳朵 嘴巴和鼻子 脑袋肩膀膝盖胶直 膝盖胶直 脑袋肩膀膝盖胶直 佩奇 乔治 我们现在该回家了 很快就能跟克罗伊再见面的 我下个星期会去你家里玩的 佩奇 我们也可以一起去吗 你们可以来 不过到时我们要玩游戏哦 我们很喜欢跟佩奇和乔治一起玩游戏 太棒了 你还是可以和大家一起快乐地玩游戏 即使你现在已经长大了 克罗伊的木偶表演 佩奇一家去看望猪伯伯 猪伯母和堂姐克罗伊 我觉得猪伯伯会在吃好午餐后睡着 他每次都那样 猪爸爸 你不该这么说你自己的哥哥 尤其是在孩子们面前 但那是真的 猪伯伯每次都吃太饱 然后就睡着了 而且大呼打得很大声 佩奇 乔治 忘了我刚说关于伯伯的事吧 好的 爸爸 佩奇和家人 到了猪伯伯和猪伯母的家 你们好 伯伯伯母 你们好啊 你们好啊 你好啊 哥哥 猪伯伯是猪爸爸的哥哥 克罗伊是佩奇和乔治的堂姐 你好啊 克罗伊 你好佩奇 你好乔治 我想给你们看点东西 等等我啦 这个是我的新木偶剧场 是我的爸爸给我做的 我已经做了两个木偶啦 这个叫做克罗伊 这个叫做克罗伊 你好啊 我是小猪克罗伊 而这个是我爸爸 是伯伯 你好佩奇 我是猪伯伯 克罗伊 我和乔治 能不能也做个木偶呢 可以啊 克罗伊画了木偶的眼睛 我能画他的嘴吗 可以 我的名字叫佩奇 乔治 你想做什么样的木偶呢 恐龙 你想做恐龙 不管你问乔治要干什么 他一定会回答你恐龙 好的 一只恐怖的恐龙木偶 克罗伊在给乔治做恐龙木偶 他要有尖尖的牙齿 给你 一只恐怖的恐龙 吃午餐了孩子们 来了 午餐之后 我们来跟木偶表演吧 好 猪伯母给大家做了意大利面 这个意大利面实在太好吃了 最好吃的意大利面 这就能看出来你俩是兄弟 每个方面都很像 什么意思啊 我们完全不一样 佩奇 乔治 还有我 准备了一个木偶表演 真是太好了 准备好了 叫我们 叫我 木偶表演 听上去很好玩 还有时间 我能再包吃点吗 我也想再来点行吗 木偶表演马上要开始了 你们好 我叫做克洛伊 你们好 我叫做佩奇 是一只恐龙 一只可怕的恐龙 真是不错 表演得真棒 太棒了 我是猪伯伯 你好啊 伯伯 你好啊 佩奇 看上去真像你 我觉得他们把我的肚子 做大了点 我非常喜欢我的午餐 伯伯 你睡着了会打呼吗 就像是你以前那个样子 这是什么意思啊 爸爸说你吃完午餐 总是会睡着 而且打呼声很响 就像这样 你爸爸说的对 我确实这样打呼 我确实这样打呼 猪爸爸 你真不敢说你 些关于猪伯伯的话 我不觉得猪爸爸 还有猪伯伯 能听见你说的话 猪爸爸和猪伯伯 都睡着了 他们两个果然是亲兄弟啊 发生了什么事 木表演还没有开始吗 我的堂姐 克洛伊 佩奇和乔治在花园里玩 丢给我吧 乔治 你的球扔得太用力了 乔治 按照规则来说 我赢了 现在轮到我了 我又赢了 佩奇 乔治 今天你们堂姐克洛伊 要来家里玩 好吧 我喜欢克洛伊 乔治 克洛伊跟我一样 是个大姑娘了 所以如果她觉得你太小了 不和你玩的话 你不要伤心哦 我想克洛伊 会和你们一起玩的 克洛伊来了 猪伯母带着克洛伊 来佩奇家里玩了 克洛伊是佩奇和乔治的堂姐 她比佩奇和乔治大一点 你好 克洛伊 你好 佩奇 你好 乔治 一会儿见 你想玩游戏吗 是的 我们来玩泥跑我追 佩奇最喜欢这个游戏 你还玩泥跑我追 那可是小孩子的游戏 我们玩泥跑我追 是因为乔治喜欢这个游戏 好的 那就陪乔治玩吧 我们是按大人的规则玩 还是按小孩子的规则 按大人的规则玩 准备好了 佩奇 你做追的人 有本事抓着我 佩奇是那个追的人 他要去追克洛伊和乔治 抓不到我吧 乔治 要抓住你太简单了 你那么小 这不公平 你在帮助乔治 那是因为他还小 你需要我帮你吗 不 我不需要帮助 我和你一样是个大姑娘了 快来吧 佩奇 你来抓我们吧 不 抓不到我们 抓不到我们 抓不到 抓不到 这个游戏不好玩 我们可以玩别的游戏吗 好的 我知道一个大孩子们玩的有趣游戏 叫做狡猾的狐狸 狡猾的狐狸 我想要玩狡猾的狐狸 怎么玩呢 由一个人来做狡猾的狐狸 其他的人悄悄地走向他 我玩我玩 我要做狡猾的狐狸 佩奇做狡猾的狐狸 他转过去时 其他人慢慢地走向他 当佩奇转身时 看见谁在动 那他就得回到原位重新开始 乔治 我看到你动了 你要回到原位 抓住你了 我赢了 我还没有准备好 你就动了 规则说我随时都可以动 是不是 乔治 现在轮到克洛伊来做狡猾的狐狸了 佩奇和乔治必须保持不动 佩奇 我看到你动了 回到原位 太不公平了 你看得太久了 规则说 我想看多久就看多久 回到原位 乔治赢了 我们可以玩别的游戏吗 可以 但必须是大人们玩的游戏 我知道 我们来玩我最喜欢的游戏 大人的游戏 乔治 佩奇最喜欢的游戏是什么 佩奇最喜欢的游戏就是在泥坑里跳来跳去 乔治 如果你想要跳泥坑 你必须得穿上靴子 我也给你戴了一双靴子 扣洛伊 我已经是大人了 不能在泥坑里跳 哦 我也是 乔治喜欢在泥坑里跳来跳去 其实佩奇也喜欢 但她想让自己看上去像个大人 我听说这里有跳泥坑可以玩 猪爸爸和猪妈妈喜欢在泥坑里跳来跳去 看上去很有趣 是的 一切很有趣 也许可以增加一条规则 大姑娘也能在泥坑里玩 是的 这是条好规则 看谁先到 看谁先到 佩奇和克洛伊喜欢在泥坑里跳来跳去 大家都喜欢在泥坑里跳来跳去 大姑娘也喜欢 今天佩奇和朋友们在幼儿园里 孩子们 今天我们要来认识一些乐器 他们会发出沙沙声 咯咯声 还有邦邦声 太棒了 首先 大家先从乐器室里跳一件乐器出来 我拿的是两个鼓 他们叫做邦加鼓丹尼 你要用你的手这样敲响他们 我拿了一个扁扁的邦加鼓 这个叫做宝斯兰鼓 是爱尔兰的乐器 要用小鼓锤来敲击它 像这样 我拿了一个小手鼓 我拿了一个小手鼓 非常好配的罗 也可以摇一下像这样 我拿了一个大鼓 哦 这个叫做低音鼓 我不知道这个叫什么 但它是这样发声音的 坎迪这个乐器叫做呱呱 它是来自非常非常遥远的南美洲 哇哦 那我们这里怎么会有呢 这个是我假期的时候去买的 这个是什么 这个呢叫做沙锤 这是我在西班牙度完假之后 带回来的 这是一个三角形 我爸爸是十个十个一盒 这样卖出去的 谢谢你弗雷迪 我已经了解了 你不需要去度假就可以买到它们 谢谢你 这是什么 你拿的我们叫它响板 我爸爸也卖这个的 五个五个一盒卖 谢谢你弗雷迪 欧雷 像这样就是响板演奏的方式了 给你吧 艾米莉 那我是不是还要跳舞呢 不用 响板会发出咔哒咔哒的声音 我看到瑞贝卡手里拿的是波 是的 现在你们知道各自乐器的声音了 你们就可以一起演奏了 准备 好了 开始 停 停 停 你们演奏的不是音乐 听上去都是噪音 谁都可以邦邦邦地敲 如果想演奏音乐 你就要听听旁边的声音 然后再保持同一节奏 可是凌阳夫人 我没办法一边听 一边演奏乐器 你会拍手吗 会啊 如果你会拍手 就能发出音乐声 所有女孩跟着我来坐 男孩们一起来 凌阳夫人把拍手声变成了音乐 然后停 现在我们就来学习怎么把乐器声交汇在一起 家长们来接孩子回家了 你们来得正好 现在我来介绍一下 沙沙 哥哥 邦邦 管弦乐队 太棒了 孩子们 现在 预备 开始 开始 太棒了 我以前的学生们 你们要不要也一起来试试呢 去拿你们的乐器吧 孩子们 好大 凌阳夫人 凌阳夫人以前也曾教过孩子们的爸爸妈妈 打鼓很难呢 爸爸 你要像我这样打鼓才行 那我来试试我有没有学会吧 爸爸 你居然学会打鼓了 我现在可是很擅长打鼓了 很不错的沙沙 哥哥 邦邦 协奏曲 现在来演奏吧 我的爸爸 可以沙沙 哥哥 还有邦邦 你终于靠来说 你在看哑什么 你终于靠着 你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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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作弊,你偷看了牌对不对,我才没有偷看呢,我以后再也不想和你一起玩了,我以后也不想再和你一起玩了。 哦,糟糕,苏西和佩奇他们吵架了。 杨妈妈来接苏西回家了。 佩奇,和苏西说再见吧。 我才不要和她说话呢,我也不想和她说话。 哦,他们会和好的。 他们可是最好的朋友。 这可不是,玩笑,我们不再是最好的朋友了。 猪爸爸做好了晚餐。 佩奇,乔治,该吃晚餐了,是意大利面哦。 发生什么事了,佩奇? 佩奇和苏西发生了一点争执。 哦。 但是我真的有点想苏西了。 嗯,那我们给苏西打个电话。 你好,猪妈妈。 佩奇能和苏西说话吗? 你好啊,苏西。 你好啊,佩奇。 如果你跟我道歉的话,我们能再做朋友。 很抱歉 我不该说你作弊的 即使你真的是作弊了 好吧 那我也很抱歉 你不再是我最好的朋友了 这没关系的 我很快能再找到一个新的最好的朋友 今天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所有的孩子们都在游乐场玩 小狗丹妮和她最好的朋友佩德罗一起在玩旋转圆盘 乔治和她最好的朋友理查德一起在玩敲敲板 敲呀敲 敲呀敲 小羊苏西一个人坐在秋千上 佩奇一个人在玩迷你高尔夫 大象艾米丽来了 我能来试试吗 可以 艾米丽 小羊苏西已经不再是我最好的朋友了 所以你可以做我最好的朋友了 但是我最好的朋友是小猫坎迪 苏姨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可以做我最好的朋友 但是我最好的朋友是小兔瑞贝卡 你好啊 苏西 你好啊 佩奇 哦 太好了 终于看到你们又成为朋友了 我们不是朋友了 我们永远都不会成为朋友了 我觉得你们两个是时候和好了 佩奇 跟苏西道个歉 除非是他先对我说一声对不起 除非他先对我说一声对不起 我知道了 我来数到三 然后你们两个可以同时说对不起了 好吧 一 二 三 对不起 现在你们又是最好的朋友了 太好了 苏西 我们去玩比你高尔夫 是个好主意 佩奇和苏西又是最好的朋友了 我先来吧 该我了 我的球进洞了 所以我赢了 但是是我的球把它碰进去的 所以是我赢 这是你自己说的规则 不算 你才是自己说的规则呢 我赢了 不是 我赢了 你们两个的脾气真是一模一样 所以苏西才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 而佩奇也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了 运动会 今天是学校的运动会 佩奇和朋友们都来参加 第一个项目是赛跑 小朋友们要尽全力来跑 我想我会赢的 我跑得非常快 我跑得比你更快 准备 准备 我一小时能跑一百六十公里 我一小时能跑一百六十万公里 佩奇 苏西 不要讲话了 快跑 小兔瑞贝卡跑在最前面 天哪 佩奇和小羊苏西跑在最后 佩奇加油 加油 小兔瑞贝卡赢了 佩奇和苏西最后到达 赛跑第一名是小兔瑞贝卡 好 太好了 谢谢你 苏西 要不是你和我讲话 我就能赢了 听着 佩奇 赢得比赛并不重要 参与比赛才重要 是的 爸爸 下一个比赛项目是 跳远 乔治和理查德比谁能跳得远 乔治 记住 只有跑得越快 最后你才能跳得越远 乔治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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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 乔治尽了他最大的努力 现在轮到小兔理查德了 如果理查德不住跑 他就不会跳很远 小兔理查德准备 准备 开始 小兔理查德跳得比乔治远 获胜的是小兔理查德 好 乔治 要记住 赢得比赛并不重要 参与比赛才重要 下一个比赛项目是接力赛 小朋友都要和爸爸或妈妈 一起来比赛 佩奇 选我 选我 可是爸爸 你不擅长赛跑啊 我小的时候跑步很快啊 可你现在有个大肚子 但我还是能摸到脚趾头 差一点 好吧爸爸 可是你一定要跑得非常非常快哦 爸爸妈妈们先跑 然后把接力棒传给小朋友们 爸爸妈妈准备 预备 开始 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 我要妈妈 猪爸爸跑在最前面 爸爸 加油 爸爸谢谢你 你跑得真快 现在轮到我跑了 佩奇不要讲话了 不要讲话了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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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我 莫生 莫生的是小夏艾米丽 爸爸 我一个奖都没拿到 别担心 佩琪 比赛还没结束呢 今天的最后一个比赛项目是 拔河 男女大对抗 听到我说开始以后 你们就使劲拉绳子 女生会赢的 你们不会赢 我们男生会赢 准备 预备 开始 男生加油 努力 拉 女生加油 我再拉呀 所有人都努力在拉 结果 绳子断了 比赛结果两边平手 你们两队都赢了 好嘞 我很喜欢学校的运动会 特别是当我也得了奖的时候 化妆舞会 佩琪和乔治在开一个很棒的化妆舞会 他们邀请了所有的朋友 佩琪化妆成了一位仙女公主 乔治打扮成了一只恐龙 恐龙 佩琪的朋友们都来了 包括小羊苏西 小狗丹尼 小兔瑞贝卡和小马佩德罗 苏西打扮成了护士的样子 你好啊 你好啊 苏西 你好 朱先生 很高兴这儿来了位护士 你刚从医院出来吗 我并不是一个真的护士 我只是半成护士 非常好 哎呀 瞧啊 这是谁啊 我是一个海盗 这下你害怕了吧 我是巫婆 我能把你变成青蛙 我是小丑 太好笑了 你扮的是什么 瑞贝卡 我是胡萝卜 扮得可真像 快进来 里面有仙女公主和恐龙在等你们呢 大家好啊 你好 佩琪 你好啊 苏西 我是佩琪公主 你和我说话的时候记得要鞠躬 你好 公主殿下 我是护士苏西 嘴巴张大 然后说 我是小丑 来表演一个吧 瑞贝卡 你为什么扮成胡萝卜 我喜欢胡萝卜 恐龙 有一只可怕的恐龙 佩琪在欣赏镜子里的自己 镜子镜子回答我 世上最漂亮的人是谁 当然是你了 佩琪 你好 佩琪 你好 我今天是仙女公主 我是巫婆 我呀 还有一根魔法棒呢 我也有一根魔法棒 我可以把你变成青蛙 我也可以把你变成青蛙 恐龙 哦 糟糕啊 乔治被自己的样子吓坏了 哦 我可爱的乔治 乔 镜子里的那个就是你 孩子们 该决定谁是化妆舞会上打扮的最好的人了 我们需要裁判 这是佩琪的派对 就让她来做裁判吧 我是裁判 我是裁判 爸爸 什么是裁判 裁判就是决定谁打扮的最好的人 哦 这样啊 佩琪将会选出谁打扮的最好 苏西 能让我仔细看看你的装扮吗 我是苏西护士 我能减轻人们的病痛 非常好 苏西护士 换你了 丹尼 我是个海盗 你觉得怕了吧 现在轮到坎迪了 我是巫婆 我可以把你变成青蛙 哦 我是仙女公主 我也可以把你变成青蛙 孩子们 孩子们 对不起 妈妈 下一个是谁 我是小丑 非常好笑 还有瑞贝卡 我是胡萝卜 很不错 看来我的弟弟乔治 打扮成了一只恐龙 每个人的装扮都非常棒 好嘞 现在你来公布谁胜出了 没问题 上出的人是 我 佩奇 你不可以选自己的 你可是裁判 不能吗 你必须得另选一个人了 哦 好吧 那么胡萝卜赢了 好意 谢谢你 佩奇喜欢化妆舞会 每个人都喜欢化妆舞会 学校游园会 今天是学校的游园会 佩奇喜欢去游园会玩 这些是她的朋友 小猫坎迪 小羊苏西 小狗丹尼 小兔瑞贝卡 和小马佩德罗 嘿 大家好啊 你好啊 佩奇 我喜欢学校游园会 我也是 你最喜欢玩什么呢 在脸上画画 我喜欢气球 我最喜欢那个充气城堡了 所有的我都喜欢 非常好的选择佩奇 一会儿见 佩奇 一会儿见 乔治 你最喜欢玩什么呢 恐龙 哦 乔治 游园会里可是没有恐龙的 也许我们可以给你找个恐龙气球 你能确定它们有恐龙气球吗 猪爸爸 我当然能确定 乔治和我 可以先去在脸上画画吗 当然了 兔小姐把佩奇的朋友们画成了老虎 画好了 苏西 看你现在像只老虎 谢谢你 兔小姐 哇 我喜欢你的脸 苏西 你画的是小猫吗 不 我是老虎 佩奇 你想在脸上画画吗 我想 谢谢 我要画成大象形吗 哦 天呐 我不知道怎么画大象 但我能画老虎 好的 就帮我画老虎 好了 佩奇 现在你是老虎了 我是老虎 乔治 你想画成什么呢 恐龙 恐龙啊 不如画老虎怎么样 我画老虎很在行 我是老虎 我也是 老虎不会发出这个声音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老虎是一只大猫 而我就是只猫 坎迪 你可以教我们怎么做一只老虎吗 好的 老虎走路走得非常非常慢 然后会跳起来 老虎喜欢把他们自己舔干净 那有的时候老虎高兴了 他们会这样 孩子们好啊 哦 我的天呐 你们都变成老虎了 我还在教他们怎么做一只老虎 那接下来你们想做什么呢 恐龙 说得没错 我们要帮乔治找到恐龙气球 你们每一个都有气球 好棒 你好 羚羊夫人 请给我几个气球好吗 当然可以 我们这里有很多不同的气球 能不能给我一个大象气球 好的 给你佩奇 我要一个袋鼠气球 我要一个狮子 我要一个猴子 一个鹦鹉 谢谢你 好的 这些我都有 还有最重要的是 我们还要给乔治一个恐龙气球 哦 天呐 真的很抱歉 我这里好像没有恐龙气球 哦 别担心 乔治 我有主意了 给我们两个长的气球好吗 好了 大家看好了 猪爸爸准备要怎么摆弄这些气球呢 好了 大家猜这是什么呢 这个是不是袋鼠 不是 它是 恐龙 说得没错 这是一只恐龙 猪爸爸真的做了一只恐龙气球 恐龙 我们去玩充气城堡吧 佩奇喜欢在充气城堡上玩 大家都喜欢在充气城堡上玩 这是最好玩的学校游园会了 乔治的生日 今天是乔治的生日 现在天才刚刚亮 乔治 现在还很早呢 恐龙 快到你的床上去 好像有人起得比小鸟还早呢 生日快乐 乔治 乔治把我吵醒了 可你过生日的时候把每个人都叫醒了 那个可不一样 因为那是我的生日 可是今天是乔治的生日啊 啊 生日快乐 乔治 这是给你的礼物 乔治 恐龙 我就知道 礼物肯定是跟恐龙有关的东西 按一下它的肚子 哦 这太吓人了 乔治 我给你做了一张生日卡片 你能猜得出来里面画了什么吗 乔治猜不出来 我本来是想给你画一朵花的 乔治不太喜欢画朵 但是最后呢 我给你画了一只 恐龙 这恐龙画得真不错 佩奇 当然了 画画可是我的特长呢 现在我们要去个很特别的地方 为乔治过个特别的生日 太好了 我们出发吧 我们要去什么地方啊 一会儿就知道了 全家人一起出发 去给乔治过生日 我们是不是要去马戏团 不是 但是和马戏团一样好玩 嗯 是去电影院吗 不是的 比那儿还好 我实在是猜不出来了 他们到底要去哪儿呢 我们到了 他们来到了博物馆 为什么我们要来博物馆啊 来吧 你会知道的 乔治的生日会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乔治 世界上你最喜欢的东西是什么呢 恐龙 哦 恐龙 乔治特别的生日礼物 就是参观博物馆的恐龙屋 我就知道 肯定是和恐龙有关 恐龙 恐龙 你要害怕 乔治 这个不是真的恐龙 这只是个机器 看 我站在这个位置上 然后 现在还有另外一个惊喜哦 乔治和佩奇的朋友们都来了 惊喜 兔妈妈给乔治做了一个生日蛋糕 大家来猜猜 这蛋糕是什么样的 是恐龙蛋糕吗 就是恐龙 你猜的真是太准了 佩奇 是 佩奇 还有最后一个惊喜哦 跟我来 最后一个惊喜会是什么呢 你觉得会是什么呢 佩奇 我想呀 估计还是和恐龙有关的东西吧 那是什么 我们只要给它冲上气就行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这是一个冲气城堡 佩奇喜欢冲气城堡 但是这是给乔治的 为什么不是一个和恐龙有关的东西呢 呵呵呵 这就是一个恐龙 是一个冲气恐龙 好 乔治喜欢这个冲气恐龙 大家都喜欢这个冲气恐龙 这是太棒了 生日快乐 乔治 哈哈 丹尼的海盗派对 今天是小狗丹尼的生日 他要举办一个生日派对 呦 呦 后 后 大家都打扮成了海盗的样子 呦 后 后 佩德罗打扮成了牛仔的样子 呦 后 你们好啊 我的小宝贝们 就连狗爷爷也打扮成了海盗的样子 你好啊 狗爷爷 叫我 大胡子狗 你好啊 大胡子狗 你们这些小小的海盗们 有没有人想要去汹涌的海上探个险呢 你为什么说些奇怪的话 嘿嘿嘿 它说的是海盗用语 想玩我的海盗游戏的孩子们 请说 啊 啊 这会是个危险的游戏吗 不会的 佩德罗 狗爷爷已经向我保证过了 这会是个非常安全的游戏 哦 肯定会很激动人心哦 有谁想来玩 哦 这是我们的作战计划 很久之前 我有一桶金子 那是我的正当所得 但是我的金子被霍格船长 无耻地偷走了 什么 海盗说的话 让人有点难以理解 霍格船长 抢走了我的宝藏 哦 而且 霍格船长他是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海盗 你们有些人可能已经认识他了 他就是我们的猪爷爷 哦 是猪爷爷啊 嘿嘿嘿嘿 我们首先要找到霍格船长的藏身之处 把我的宝藏抢回来 但是不能被他发现 太棒了 每个人都很兴奋地想要玩这个海盗游戏 你好 猪爷爷 我们要出发了 非常好 非常好 猪爷爷和鹦鹉玻璃守护着海盗宝藏 让我们看看谁可以第一个跑到船上去 这是什么意思啊 跑到船上去吧 呦呦呦呦 站好了 把你们的救生衣穿上 在狗爷爷的船上 所有的孩子都得穿上救生衣 那个狡猾的大胡子狗应该快到了吧 你可以先喝杯热茶猪爷爷 哦 谢谢你猪奶奶 终于要出发了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大胡子狗先生 我想去一下厕所可以吗 我也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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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这么久还没到啊 你好啊 狗爷爷 你刚才不是说已经出发了吗 是的 是的 我们快要到了 要把我的船员们聚起来太不容易了 现在起锚了 全速前进 准备 大胡子狗 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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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靠岸 孩子们终于到达了猪爷爷的果园 我们的游戏就是找到我的宝藏 但是不能被捉到 小海盗们要加油哦 小声一点妈妈 我希望我的附近没有海盗出没 因为他们会想偷走我丰富的宝藏 佩奇和他的朋友拿到了一份宝藏 而且没有被抓住 这个是硬币巧克力呀 大家都喜欢硬币巧克力 好吃好吃好吃 抓住你了 狗爷爷被猪爷爷抓住了 你想拿走我的宝藏 是不是 这是我的 这可是我光明正大赢来的 得了 你才没有呢 哦 就是我赢来的 谢谢你霍格船长还有大胡子狗 为丹妮举办的海盗派对游戏 哦 这是我应该做的 是的 我也玩得非常开心 祝你生日快乐丹妮 这个是最好玩的海盗生日派对了 妈妈的生日 今天是猪妈妈的生日 猪爸爸亲自给猪妈妈做了早餐 生日快乐猪妈妈 佩奇和乔治给妈妈做了一张生日贺卡 生日快乐妈妈 哦 谢谢你们给了我一个生日惊喜 还有更多惊喜等着你哦 请享受你的生日早餐慢慢吃哦 嗯 好吃 快 我们要把所有东西准备好 猪爸爸给猪妈妈做了一个生日蛋糕 我们先要把蜡烛插上 一 二 我来咯 猪妈妈吃完了她的生日早餐 妈妈来了 哦不行 我们还没准备好 啊 是谁呀 我是妈妈 能进来吗 不行不能进来 呃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秘密啊 呃 没有 什么都没有 但是你不能进来 好吧 猪妈妈 去客厅里面休息一下怎么样 听起来不错哦 今天是你的生日嘛 太多的 好了裴奇 我想我知道客厅在哪里 这里有好看的杂质 谢谢你裴奇 买一下 谢谢你裴奇 我们需要和猪妈妈年纪一样多的蜡烛 要一样多 到月 我们好像没有那么多的蜡烛 爸爸 妈妈现在几岁了 那我悄悄地告诉你 哇 好老哦 好吧 我想三根蜡烛差不多了 猪妈妈的生日蛋糕准备好了 我们还要在客厅里面把装饰挂上去 你好啊 妈妈 你们都在这儿 我都有点无聊了 妈妈 你想不想到花园里面去走走 我还有别的选择吗 没有 再见 妈妈 好好散个步吧 等可以回来的时候 我们会叫你的 我都忘了 原来过个生日还是挺麻烦的 猪爸爸 佩琪和乔治在装饰客厅 这个真好玩啊 猪爷爷和猪奶奶也来为猪妈妈庆祝生日 生日快乐 猪妈妈 你为什么不到屋子里去 我还不能进去 猪爸爸 佩琪和乔治在秘密地为我生日做准备呢 你真贴心 一会儿见 再见 妈妈 你现在想不想进来呀 我很想进来 闭上眼睛 眼睛要一直闭着 妈妈 一 二 三 睁开眼睛吧 生日快乐 猪爸爸 这可真是一个惊喜呀 快点吹蜡烛吧 然后许个愿 妈妈 妈妈你打开你的礼物 你能猜出来是什么吗 我猜不出来 你打开看看吧 原来是一条漂亮的裙子 哇 你好漂亮啊 妈妈 现在穿着漂亮的衣服一起出去吧 这是什么 两张戏剧演出的票 今晚的 谢谢你 猪妈妈最喜欢去戏院了 猪奶奶还有我会帮你们在这里照顾好小家伙们 真是个美好的生日 我想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妈妈了 也是最漂亮的妈妈 装扮游戏 佩奇和乔治在爸爸妈妈的卧室里玩 这是什么东西啊 佩奇找到了一大箱旧衣服 哇 这个是爸爸的帽子 这一条是妈妈的裙子 乔治 我们把这些穿上 假装是爸爸和妈妈吧 这是爸爸的帽子 这件是爸爸的上衣 嘿 你好啊 爸爸 现在轮到我了 这条是妈妈的裙子 这顶是妈妈的帽子 猪爸爸 你的鞋子在哪里呀 我也需要穿一双鞋子才行呢 我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就像妈妈一样 佩奇找到了妈妈的化妆盒 先擦一点粉底 非常好看 现在再涂一点口红 好漂亮的猪妈妈呀 过来吧 猪爸爸 现在该我们两个出场了 猪妈妈正在用电脑工作呢 你好 佩奇 你好 乔治 不好意思 我没听清 佩奇 我在跟你打招呼 我已经不是佩奇了 我现在是猪妈妈 哦 是的 的确如此 你好 猪妈妈 你好 这一位是猪爸爸 乔治 没错 你也好啊 猪爸爸 真是不好意思 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呢 喂 你好 啊 是这样的 做这个再做那个 不用了 谢谢你 再见 看来佩奇很喜欢装扮成猪妈妈 但是乔治觉得有点无聊了 对不起 猪爸爸 我很快就好了 好了 完成了 走吧 猪爸爸 现在该轮到你去干活了 再见了 猪妈妈 猪爸爸 再见了 猪爸爸在花园里挖坑呢 你好 佩奇 你好 乔治 我不是佩奇 我是猪妈妈 这一位是猪爸爸 猪爸爸 他是来这里干活的 你可真是太好了 猪爸爸 千万要小心 这个坑很深的 我希望你现在没有穿着你最好的衣服 在花园里挖坑猪爸爸 我也想发出这么响的声音来 大家来吃冰淇淋 有冰淇淋去 佩奇 乔治 在吃冰淇淋之前 得先把脏衣服给脱掉 我是猪妈妈 而这一位是猪爸爸 哦 你确定吗 我确定 那么 佩奇和乔治上哪儿去了 我们也不知道 真是可惜啊 我给他们拿了最喜欢的冰淇淋 但如果找不到他们的话 我们在这儿呢 佩奇 乔治 你们在这儿啊 是的 妈妈 我们是在假装我们是妈妈和爸爸 你们真的骗过我们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主 佩奇 佩奇和乔治已经睡着了 完了 我的孩子们 猪爷爷和猪奶奶来家里吃晚餐了 你们好啊 你们好 佩奇和乔治在哪里啊 他们都睡了 但是我真的太想见见他们了 我能偷偷看一眼吗 好的猪奶奶 但一定要轻一点 你好奶奶 你好奶奶 你们好我的小宝贝们 你们现在该睡觉了 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好的 但是你们两个一定要保证 听完马上就睡觉 我们会睡觉的 只要你给我们讲故事 好的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只小马 它叫做佩德罗 然后它找到了一颗魔豆 哦没错 接着佩德罗种下魔豆 魔豆发芽长大 变成了巨大的豆精 豆精高耸入云 说得没错 佩德罗爬到豆精的最上面 然后发现了 一个非常可怕的大怪物 但是我不想听这个了 我想要听公主的故事 哦 好的 然后佩德罗找到了一位漂亮的公主 佩奇和乔治爵士 一个勇敢的骑士 还有一个厨师 他能做出最好吃的巧克力蛋糕 对吧 猪爸爸猪爷爷和猪妈妈在等猪奶奶吃晚餐 我要上去看看猪奶奶怎么还不下来 之后的故事是什么样的 淘气的猪奶奶 你怎么把小家伙们吵醒了 我们已经保证过了 故事结束就去睡觉 爷爷 我很擅长讲故事的结尾 猪奶奶 你先到下面等着吧 我不会太久的 有一个男孩 还有一颗豆筋 以及一位美丽的公主 勇敢的骑士 还有会做美味食物的厨师 好吧 等他们吃完了美味的晚餐 每个人都睡着了 故事结束了 然后他们又醒过来了 一个巫师过来了 一个巫师 是的 一个巫师 他会表演很多神奇的魔术 啊 然后呢 然后又过来了一条可怕的龙 猪奶奶猪爸爸和猪妈妈 仍然在等着吃晚餐 猪爷爷的睡前故事 好像也不太管用 我可是很擅长讲睡前故事的 我可以马上就让他们睡着 一条可怕的龙 北极 乔治 回去睡觉 可是现在 爷爷的故事还没有讲完呢 爸爸 我来把故事讲完 我马上就会下去的 好吧 故事里有男孩 一颗斗鸡 一座城堡 一位美丽的公主 一位勇敢的骑士 还有厨师巫师和可怕的龙 还有一个非常饿的国王 所以他们饱餐了一顿 然后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故事结束了 然后他们开了一个派对 哦 他们所有的朋友都来了 哈哈哈 好吧 看来得我出场了 哈哈哈 猪爸爸 他们马上就要睡觉了 哈哈哈哈 那谢谢你 剩下的我来吧 你要把故事讲完才行 妈妈 好的 快上床 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很久以前 在古代的时候 故事是在很久以前 猪妈妈已经在上面待了很久了 我好像听见大呼声了 真是太好了 佩奇和乔治终于睡着了 故事的最后 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故事结束了 佩奇 乔治 噓 妈妈已经睡着了 现在看来我们的公主佩奇才是最会讲睡前故事的 说的没错 就是我